12月26号的晚上 绍兴新昌警方接到了一个协查请求 说泰州温岭的图先生夫妇一路赶到了新昌 想要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 希望新昌警方能够提供帮助 据图先生说 孩子的出走是因为12月23号的晚上 他们两口子和孩子发生了一些争执 我儿子跟他妈妈搞了一点矛盾 他妈妈伸了他两个光 挨了打的小图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这可把图先生两口子给急坏了 一路从温岭找到了新昌 他们的儿子三天前骑着自行车从温岭出发 离家出走了 然后他们沿途找了三天三夜都一直都追不上 考虑到最近的气温较低 小图出门也没有带身份证 银行卡和现金 根本没有办法住旅馆 只能够露宿街头 可能饭也吃不上 接警后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这几天外面天气非常冷 这是要与时间赛跑 于是我和同事就通过监控彻夜查找 终于在今天早上找到了他的位置 随后路面交警立即赶赴现场 将小图给拦了下来 并带回了派出所 随后在民警的劝说下 小图也同意和爸妈回家 同时民警也劝说图先生夫妇 教育孩子不能用打骂的方式 要多注意沟通 记者王延渊编辑报道